撤退的迹象 以色列与哈马斯持续在加萨走廊作战 在数百名巴勒斯坦平民 从甘尤尼斯逃往拉法的路上 也响起枪声 他们压低身体 连滚带爬在枪林带雨中找掩护 难民们的逃难之路不得安宁 然而根据大陆环球电视网CGTN报道 有加萨人发现 以色列军队疑似从北加萨撤离 这还是他们攻进加萨后 第一次往后撤退 不过以色列国防部还没有对是否撤出加萨发表评论 所以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就只是转移部队 还是真的计划撤军 以巴冲突发生120天 加萨死亡人数已经突破2.7万 英国伦敦在这个周末又有数千人上街声援巴勒斯坦 呼吁加萨停火 哈马斯的官员也表示正在研究上个月在巴黎提出的休战协议 尽管国际调节员努力缩小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对于停火的歧义 但若要真的达成停火协议 还有一段路要走 TVB新闻综合报道 连续话题 加萨停火协议是说想要停火40天 这是以色列方面提出的要求 哈马斯方面的回应继续交给佳琪 以哈冲突到现在都还没有花下句点 不过现在以色列提案 是不是可以停火40天来交换 还在哈马斯手中的人质 那么现在哈马斯说他们还在考虑当中 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不同的国家 一直不断的在斡旋希望 现在以哈冲突可以先停火 包含了以色列 卡达 埃及跟美国 他们说这停火协议 已经来跟哈马斯提出 那么他们说有三阶段的协议 第一个就是停火40天 哈马斯释放这些长者病患 还有孩童的原职 那么哈马斯在释放以色列的女兵 再来第三阶段就是双方来移交 这男性士兵与死亡的人职遗体 只不过现在这样子的三阶段提议 哈马斯怎么回应呢 可以看到哈马斯驻黎巴嫩的高阶官员 他就讲到了 他说因为审查人职交易计划 还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细节 所以现在哈马斯其实他们也还在考虑当中 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宣布他们的立场 不过一旦真的停火40天的话 那恐怕会是以哈冲突以来 停火最长的一段时间 相信还要请教你反制部分 在这个湖赛组织有什么样的行动 因为英美两国第三度联手发动空袭 最近的中东局势真的相当不平静 尤其是英美又三度联手 空袭夜门判军36个目标 我们内容来看到的是 英美他们是联合攻击湖赛组织 13个据点跟36个目标物 他们2月3号也是第三度的展开合作 包括了攻击弹药库飞弹系统发射器 美军还出动了F-18大黄蜂战斗机来出勤 而我们的影响看到的是 其实这件事情 原由于在1月28号当时 美军驻约旦的基地预袭 他们评估之后 他们觉得应该是由伊朗支持的 民兵组织做的这件事情 也因此2月2号 美军打击伊拉克 叙利亚 境内跟伊朗有关的 85个军事目标 而现在外交人士在联合国安理会 应常任理事国俄罗斯的要求 他们现在在2月5号 召开紧急会议 要来讨论美军这样子的空袭行动 到底最后会怎么发展呢 恐怕还要等着联合国安理会 接下来做出的决定了 就带你来看美军最新的攻击影像 美军驱逐舰葛瑞福里号和卡尼号 发射的飞弹照亮红海夜空 美国航舰艾森豪号也派战斗机升空 胡椒大厦最新释出几段画面 秀出海空组合最新一次打击 夜门胡塞组织 这回美国和英国联手空袭 英国首相苏纳克第一时间出面证实 胡塞组织已经说会用武力回应 美国在红海陷入报复循环 不只打胡塞 美国上星期五 为了报复三名美军被炸死 打了伊拉克和叙利亚 现在有更多细节释出 美国官员透露 总共打击85个目标 摧毁其中84个 号称只是开始 美军在中东地区要应付的敌人 越来越多 DVP新闻做话道 美军出现在局势混乱的中东地区 详细的兵力部署又是如何 请教佳琪 最近不断提到 这中东的局势不平静 不过很多人都会好奇 奇怪了 在中东地区里面 为什么都可以看到 美军的踪影呢 我们带来看到是 根据布朗大学 沃森国际公共事务研究所的 数据显示 他们说2001年起 有190到300万的美国士兵 在阿富汗跟伊拉克来服役 那么他们也讲到了 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 就在卡达1996年建立 是吴代德空军基地 那么其实包括了 在一些中东区域 像是阿富汗 科威特 沙烏地 阿拉伯等等 你都会发现 由美军来驻守 以它冲突之后 他们更增加 千名的官兵进驻 那么到底为什么 他们要驻守中东呢 我们就带来看到的是 你看在伊拉克跟叙利 他们说要打击 ISIS的武装分子 甚至为了当地军队 提供一些建议 那么在约旦的部分 数百名的军事培训师 都在这边举行演习 在卡达他们也说 要安抚盟友进行训练 也因此在中东许多地区 都可以看到美军的踪影 如果你还想了解 更多的国际讯息 不妨扫一扫QRQ 帮你更新最新的国际资讯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